怎麼了? 怎麼了? 什麼事? 什麼事? 不是坐飛機的 我們不是搬家,也不是坐飛機的 去旅行就出去了 如果大家有看開我們 相信這個畫面真的不陌生 春卷原來看到撿行李箱還是會慘叫 不過就沒有之前幾次那麼慘 如果你們看了我們不太久 又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可以看這兩條影片 又去哪裡? 不過媽媽說不是坐飛機 應該不是那麼害怕吧 唉,讓我盯緊爸爸看看他做什麼 春 肥春 豬春 嘟嘟嘟嘟嘟嘟嘟 春巴你也有聽Baby Shark的嗎? 小朋友喜歡Baby Shark 大人用Surfshark 多謝Surfshark VPN贊助我們這條影片 Surfshark的VPN網絡安全保障 就說了很多次 無論你身處世界哪個地方上網 都好容易被人追蹤到 用Surfshark VPN來加密我們上網的數據 讓你出片街上網都不用擔心 保障網絡安全真的很重要 你知道現在多少黑客的 有時上網想找一些外地的新聞 例如在英國想看美國的新聞 可以先用Surfshark VPN連接當地的伺服器 這樣就看到了 連一些有地區限制的電視節目都看到 雖然Surfshark是沒有免費使用 但他們有30秒的退款保證 不適合用也不用怕 是的 現在在下面的連結訂購Surfshark VPN 輸入優惠碼CHUN春 就可以有17折的優惠 計算是10多元港幣一個月 還可以有3個月的額外使用期限 提提大家 由6月1日至7月4日之間 訂購Surfshark VPN 會送防毒功能免費 免費那麼好? 還有還有 一個帳號無限的裝置用 整家齊用都可以的 有興趣? 快點去訂購吧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柴犬春卷 今天我們第一天的行程 就來到拉夫寶 去光顧一間良心小店 叫做甚麼? 正野冰室 我想其實很多香港人來到英國 都沒理由不認識這間良心的店舖 我們由家出發直接來到這間餐廳 來了英國一段時間 春巴一次過駕駛2個小時 距離106英里 即是大概170公里 已經難距不到 不過甚麼早餐都未吃 真是好肚子餓 好了我們現在準備進去吃午餐 我們現在準備進去吃午餐 這裡 到了 到了哪裡 我們進去吧 進去吧 好嗎 快點開門 Ian Ian 一進來 有 一進來打開門 就已經見到Ian 等一下會見到Ian 開門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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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進去 一進去正野冰室 春爸春媽都未吃 竟然是春卷已經在開餐吃 老闆Johnny已經準備了一些零食給春卷 你看他多開心 快點給我吃 你拿著兩條 快點給我吧 對 對 對 如果放手 你再不讓我吃我就出手了 你冷靜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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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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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壞 兩手就是BB豬 哎呀摸得了 是的 吃了 哎呀 兩條狗都要藏起來 好可惡 一衝過來就可以摸 看看有沒有東西吃 沒有的 只有這麼多的 說多一點關於這間正野冰室的背景 相信很多朋友都聽過他們 或者已經去過吃了 訪問老闆Johnny的報道更加在Google 一搜尋就會找到一大堆 所以我們今次去到也沒有特別訪問Johnny 反而是大家吃東西、聊聊天 介紹一下裡面的正野食 老闆Johnny其實跟很多香港人都是一樣 帶著一家大小還有一隻柴犬 從香港來到這麼遠的英國 開展他們人生新的一頁 為何這裡這麼特別 春街要第一站就要去支持 相信你看到整間餐廳有這麼多文宣 有這麼多在香港已經禁止的口號都放出來 真香港人開的餐廳 我們當然要帶大力去支持一下 而且他們也很歡迎黃色經濟圈的朋友 把東西在他們那裡寄賣 讓更多人認識到大家 這份熱血其實春家真的很尊敬他們 進來冰室當然要點一杯港式奶茶 茶味夠濃,十足十的香港味道 之後再製作一個夠香港感覺的瀑仔糕 這個紅豆瀑仔糕就厲害了 是用日本紅豆再自家會日新鮮製造 絕對留不到過夜的 除了紅豆是用日本運過來 其他食材都是用美的 看得出老闆對他們的出品很有要求 很好吃日本的 我們這裡用一些東西 例如飯 我們用日本金字米 珍珠米 然後我們用的肉 所有肉 我們全部都是先用紅豆 好吃 才是糧芝麻 哈哈哈哈 嘩 嘩,最重要是吃的 好吃才會翻到這塊豆 嘩,但這個真的是用日本的紅豆 限量的 每日限量二十個 的日本紅豆 二十個是因為做不及 要早點來 紅豆的量有 我們這麼快出去 就像早前假期一樣 如果你狂不出去就死了 很多豆 對 我們有幾多年沒吃過 真的有幾多年沒吃過 十年都有 但在外地吃很有趣 香港就不會點的 外地都可以的 誰見到我都會買的 香港就真的 走過未必會買 對 但來也有 香港也很美味 對,不錯 哈哈 來到這裡上菜 很貴的 上菜 哈哈 這是我們的名物A 蠔餅 以前去打冷都一定會吃的蠔餅 來到英國 我們雖然經常吃港式食物 但好像真的沒見過蠔餅 名物A1 名物A1 蠔餅 好像暈眠 暈眠 暈眠 所以一定要車仔給他睡覺 對 因為他會抱死 不是,雙雙給我暈眠 嗨,我又沒有飯吃 看著蠔餅,勃仔糕 全部都不關我的事 我又要坐在這裡聽你們聊天 不睡覺有什麼做 你們是不是 Johnny哥哥,你是不是切蠔餅給我吃 阿春哥,我們欣賞一下 這個是蠔餅 好香啊 你吃不吃,春娟 他當然想吃 爸爸不讓我吃 兩份 蠔餅 好棒啊,可不可以預算我 喂喂喂,不要推開一盒魷魚 好,來,試一下 趁熱 好,厲害 謝謝Johnny哥哥 我們先吃東西 好 好 都是一些沒有人做的 好像一個蠔餅 應該是沒有人做的 如果你發現有人做 我告訴我 為什麼沒有人做蠔餅 沒有啊 好笑的 我們又帶來了一些不同地方的客人 即是亞洲 其實亞洲很多地方都有做這件事 例如台灣有我仔戰 泰國也有泰式的蠔炒蠔餅 也是蛋 他們會過來為了這件事而吃 因為他們找不到有人做這個菜 而這個是港式的 可以炸的嗎 很高興 他們會煎 他們會煎炒 還有不知如何 要拌勻 對 對 他們覺得為了這個菜 然後拿東西軟軟軟 然後去吃 都是士拉叉 其實差不多 他們會開心 但會叫他們做泰式 或者台式 不會 會 但是真的不夠人手做 因為很多東西不同 工具不同 做法不同 好 招麵不先有 這是香港大泰檔式的做法 這個蠔餅 我們應該要叫做好過香港 因為我們其實香港買鴨蛋 是麻煩 而且不便宜的 也叫做有質素的鴨蛋 因為有些質素不漂亮的鴨蛋 是不夠大隻 和沒什麼蛋 不夠蛋味 不夠蛋味 這裏我們就完全買到漂亮的鴨蛋 因為這裏鴨蛋 真的又便宜又漂亮 我想我們本地不是很用的 所以我們就用全鴨蛋做 那鴨蛋就用山蠔 也選擇一些小隻的山蠔去做 而且還可以放十隻 而最重要的粉 我們可以用零粉 零粉就是我們 新年以前會吃的 黑色的零角 有兩隻角那種 撕開中間的殼裏 有白色的零粉 它的好處就是 它有木薯粉的那種煙韌感 但同一時間它又不是很爽油 對 如果你用木薯粉 用麵粉去做的話 香港傳統這種做法 它是會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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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 亦都教我們去找 即是哪裏 哪裏可以買 你去哪裏找 問一下這個 可能會有 我們就很錯 即是他們又教我們去怎樣做 叫我自己去拿 真的死定了 不知道 你也知道 英文名字 零粉是甚麼屍體 哈哈 真的搞不定 他們就帶我們去找 有些老闆說很幫忙 你找這個嗎 我可以做奧北甘 吹枝嗎 那你也做的 沒有人吃的 有的 你拿去吧 沒有人買的 我們就拿來玩 就是這樣 可以做一個這麼好吃的食物 對 就是蠻有趣的 我們這些都是下蘭的 在外國人眼中 這麼小的蠔 是沒有人吃的 都是的 我們吃生蠔 他們大大隻的 小的生蠔 你這樣也要的 哈哈 所以OK的 一間我們還有些下蘭的食物 我們都是下蘭的食物 我們都是下蘭的食物 全部都是下蘭的食物 一會兒我們就來一個青頭蠟 試一下是我們的名物 很期待 好 我也很期待 什麼時候才有得我吃 那些食物我都沒有吃 真心生氣 嗯 焦鹽鮮有 真是去大排檔必吃的菜式 看樣子都知道好吃 喂 Johnny 這個真的很好吃 焦鹽鮮有真的很好吃 對 脆漿呢 我們就用啤酒 類似英國的炸魚薯條做法 但我們就混不同的麵粉 和木薯粉 令到它會黏著肉 英國的炸魚薯條 一刻一拆開它 就脆漿還脆漿 乳還乳走開 這個會黏著 再炸出來 就會為了 全文香港的做法 最重要是冷的啤酒 整個效果會好很多 所以就是你們下單 但我們才即時攪拌脆漿 然後才去炸 所以通常這些客人 拆那麼久才去炸 但都炸完 又要攪拌又要炸 炸完又要炒 才出來 其實有三個工序去做 因為是很脆的 因為它的漿 不會是軟的那種 它是很爽脆的 即是很... 很鮮的 你看我們都談了很久 對 你到現在都還要抹去 我們都談了那麼久 我們都有十多個 裡面放的時候都不脆 這個就是那個 凍啤酒炸的 讓它感動 因為有時候很多時候 炸漿都會厚身 或者在外面街上吃 很多時候都會 但這個就沒有 它的漿是真的薄 但炸漿的不好處就是 你不可以混合 混合 你拿打我就做 然後要你拿打我才混合 所以在香港的文化 這個就未必中了 即是你香港外大佬 趕時間 即是你五分鐘內 你五分鐘內 十五分鐘後 你已經在桌面出現 然後游著吃 十五分鐘要買單 對 所以沒有可能 這裡我們就可以 慢慢慢慢的 好快點 這樣 這個很好吃 我覺得真是 這個是真心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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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青花 都是我們的名物B 我們B 我們B做的 那裡有個好處 就是 很難的 我們直接跟Farm Shop 拿就只是拿 Soak Grip 的位置 就是拿它最漂亮的 深厚厚厚的位置 因為多骨 少用 所以他們就 不太好適用 本地人 我們就自己回來 開了它 給了骨 就連上雞骨 一起熬湯 整個骨 只加少量的 可熱 然後就Slow Cook它 中間最重要 就是放牛肉中間的粉 因為牛肉 因為牛肉味很重 我們把它放進去 牛肉的湯底 它就會爆 好像牛肉 所以Slow Cook 吃了中間就可以 這個就是我們的牛腩 嘗嘗它 好 你吃不吃 我也想吃 不過可以吃才行 唉 春卷看到這碟清湯牛腩 也很想吃 看到一口肉 你看份量多了 不是 爸爸 你可以隨便給我一塊 我真的很想吃 你知道我喜歡吃牛多 比吃雞的 另外老闆也提提 我們這個自家製的辣椒油 拿來配清湯牛腩 就真是一流 它的特別之處就是 因為我們在這裡找的辣椒油 大部分都是偏辣 我們這個就是比較香 多蒜頭 還有蝦米粉 炒 香味出來 就配合牛腩 因為太辣 其實你吃下去 都不知道那是什麼 這個就是我們自己的辣椒 很多客人都想問我們買 但是不好意思 做不到那麼多 因為武漏洪泊劑 一個禮拜就發飽了 所以我們小梁製作 做得多也不是辦法 你每樣東西都是做得多也不是辦法 那很辛苦 對呀 那不是你說很辛苦 做得多的 對呀 那我們把每樣東西都推到極致做 聽到老闆介紹他們的出品 真的完全感受到 他對食物很有要求 還有很有熱性 在外地可以吃到 港式的食物已經不容易 還要吃到 這麼用心去煮的食物 真的很難得 好吃 又不是很辣 不錯 很香 很香 可以試試 不要遮蓋牛尾 有什麼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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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尾的味道 是軟的 旁邊有爽脆的感覺 對呀 就是牛尾的正要 對呀 因為兩邊是有爽脆的感覺 但是中間的肉是軟的 香港一點就要點整份 自己開 又邊腩又爽脆又肥腩又等等 這裡很好的 你要哪一部分 就是給哪一部分 因為他們不太會睡 他們不太會睡 對呀 他們不太會睡 扔很多骨 它是像棚骨一樣 要自己開出來 好吃 再點一下這個 自家製的辣椒油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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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可以嗎 你不吃得辣 我覺得不太辣 它又不會遮住牛尾 它有一點點香味 不會遮住牛尾 對呀 很多人驗它不夠辣 但是我們就是專門做它 因為其實它是配它 不是那種辣椒 它是有一種辣的感覺 在裡面 對 不是只是辣到你咳嗽那種感覺 對呀 它是用來專門用來配牛腩 還有一些麵食 我們不想它遮蓋原味 因為我們的湯很多 我們都是自己煮 不想你吃完完味 但是有些人想拌辣 過癮一點 我們就做這隻 有一個香味 因為如果真的辣 那些會把整個香味 對呀 整個香味 因為英國買的那些 很多都是給老華僑那種味道 它們很辣 很辣的 嘩 它們那些都已經 那塊是牛肉 一定是豬肉 我不會分 就是一個東西 已經碰到 哇 辣了 還有一些是帶麻 更慘 所以我們最後要自己做 這個就很辣 很辣 可以保持久 不可以 如果你要保持久 又要加防護劑 或者可能又要真空處理 才入班 那我們哪有時間 會加那麼多東西 我們就炒一大攤 自己放在一邊 我們不備客人用 唯有 如果你想要這個辣味 你就在這裡吃 對 很難吃 其實我覺得這個位 開始想好像很不方便 其實也不是 但其實我覺得 你這個位置是有點誠目的 因為各路的人 都是駕駛大概兩個小時的車 都可以來到 因為如果你去倫敦 開 可能那個人 由上面又要下來很久 但你現在在中間 就上面下來 下面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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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去右邊又有 又或者你去旅行的時候 你都不會去旅行 對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位置 就是在M1旁 但是M1主要港島的 就是沽通沙拉筆的 是 其實你由倫敦殺信 去任何一個市場 你都要經M1殺下去 除非你走最左 和最右的地方 但這些是旅遊區 是 我們這些位置 大家可能貪親 都會厲害 我們就是看這個位置 就是這樣 究竟你們吃完東西沒有 我都等了很久 雖然正夜冰室 很歡迎各位汪星人進去 不過我已經等到有些 不耐飯了 是時候要去公園了 咦 那裡好像有些東西 是否送給我的 多謝你們 你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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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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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探索一下 他的動作 他很搞笑 他好像貓一樣 你有貓嗎 他好像貓嗎 他好像貓的 什麼 其他汪星人不是這樣的嗎 哈哈 他不肚 你不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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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肥 哎呀 我不知道你想做什麼 我走了 春卷今天真的收穫豐富 除了老闆一家請他吃零食 還有這間專為寵物製圍根 或者手作的豆豆 Pet Accessories 送了兩條圍根給春卷 而且還印了春卷的名字 還有香港郊友這個Logo 真的很漂亮 如果大家都想支持他們 除了可以去他們的IG 在豆豆Pet Accessories之外 還可以去正野冰室 樓上的士多購買 好漂亮 立刻笑 剛才坐在那裡這麼久 也沒有笑過 謝謝好漂亮 我很喜歡 好了聽完這首歌 和我去公園 我們剛剛就吃完午餐 沒錯 既然一場來到 由家出發到這裡 要兩個小時的車程 這麼遠 一場來到吃一頓飯 沒理由只吃一頓 當然 當然 吃光一頓 吃完晚餐 大大力支持這間 這麼有良心的店 沒錯 我有沒有份吃 你會不會去 你會去 吃光一會 你會去 吃光一會 吃光一會 進去 趙春 誰叫我 趙春 趙春 今天你去哪裏 去玩 趙春你去旅行 這裏是哪裏 趙春 你帶我來的 我怎知道 你想做什麼 你快點跟觀眾說這裏是哪裏 我負責來玩的 這裏是哪裏 拉夫寶 爸爸你先別說話 你看看對面 我們要吃正東西冰室 是嗎 是呀是呀你們吃 眼中只有 肥甲 我要衝過去了 爸爸為何這裏又是只有我一個 我 春包剛才吃完午餐 你覺得怎樣 我覺得很好吃 我們點了三樣東西 一個清湯牛腩 還有一個蠔餅 椒鹽鮮油 對椒鹽鮮油 三樣來計我最喜歡吃椒鹽鮮油 我也是 很爽脆 椒鹽鮮油 口感很好吃 其次就是 清湯腩也很棒 清湯腩真的很香 牛肉 但一定要配上辣椒油 自家製辣椒油 對 不是那麼辣 不過味道很香 春包不能吃辣 也可以吃到辣椒油 對 蠔餅也不錯 在英國很難吃到 這是第一次吃的 印象好像是 對 真的沒吃過 在英國 剛才店主Johnny都說 其實在英國 拿這麼小的蠔 英國人真的會覺得你很搞笑 對 對 我們剛才吃了下蘭的午餐 還有一杯凍奶茶也很好吃 好像香港那些 茶餐廳的味道 其實比香港好喝過 大部份 都可以 其實我覺得這個 真是正義冰室很推介 很期待今晚晚的晚餐會是怎樣的 沒錯 其實我覺得來香港人的店 還有同路人的店 除了在吃飯之外 也可以吃到一些人情味 又可以跟老闆聊天 分享同路人的感受 如果大家來到正義冰室 想找Johnny哥聊天 最好選平的 因為星期六天真是超忙的 還有記得要訂位 最重要是什麼呢 什麼呢 狗仔也可以進去餐廳一起吃 是不是 春春 這真的很重要 什麼來的 哇 高度都拍不到 剛才 看鏡頭先 這是什麼來的 看鏡頭幹什麼呀 又拍照呀 剛才有人送了一個筋筋給你 是不是 嗯 是呀 漂亮漂亮 謝謝姐姐 剛才謝謝了 JohnJohn 多謝姐姐 多謝姐姐 好了 今集我們先到這裡 本身真的沒有打算分開兩集 但是剪片的時候 發現真的很長呀 我們唯有留下一集 先說晚餐 以及住的酒店 好看啦 老闆你抱到我這麼緊 我怎麼回到酒店呀 by the way 有沒有多幾塊零食可以請我吃呢 嘻嘻 下一集 究竟玩什麼大火 窗卷去到酒店住又習慣不習慣呢 大家又覺得這間餐廳怎麼樣 不如留言告訴我們 多謝大家收看 下集見 拜拜